大家好,这条视频我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办理一个香港的银行账户 那我说一下,这条视频主要是介绍我现在手里拿这张卡的银行,汇丰银行 我现在大家都知道是香港银行里边的大哥,非常牛逼的一家银行 目前也是香港银行里边上市市值最高的一家银行 它是一家外资银行,背景十分强大 它在多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银行网点 可以说是银行网络是遍布了全球主要的一家国家 它也是目前香港的三大罚钞行之一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罚钞行 看一下,我手里拿了几张港币 看到吗,这上面写着的 香港汇丰银行有钱公司 然后这张,看到吗,也写了 然后这块有一个汇丰银行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它有权利在香港 印钞票 然后银行网点又比较多 又是比较知名的一个银行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办一张这样的一个银行卡 很多人说能不能去办一些什么中堂 建设招商 对吧,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但是我建议的就是办理的话 就是搭配着办 你外资银行的也要有 中资银行的也要有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具体的情况了 这个你自己想好吧 如果这点事你都想不明白 那你办这个卡也没有什么意义 好吧 那我今天主要分享一下就是 我是怎么去开通的这个账户 那很多人去了这个汇丰 然后呢被要求存款100万或者是200万的港币 最后呢,这个因为没有这笔钱 然后就走了,没有办下来 对吧 那我相信大家都想办一张这样的一个银行账户 不管你是炒股还是买保险这个概念 对吧 总之有这样的一个账户特别方便 做境外的一些资产配置也特别方便 OK 那我先说一下整个这个流程了 好吧 整个流程呢 你需要去银行之前啊 先拿到这个入境的小票 这个小票呢就是在你过关的时候 进入香港的时候 那个机器关口那个机器 它会给你吐出来这一张小票 有很多人水手就给扔掉了 然后呢你扔掉它 我告诉你 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合法入境香港的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银行办理这张卡的 懂吗 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偷偷来的还是正常来的 你说他能给你办卡吗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拿好这张小票 必须是你自己本人的 懂吗 这上面这上面写的日期是你入境当天 往后推7天 因为我们只能在香港停留7天嘛 对吧 拿着这个在有效期之内去银行 然后呢去到银行之后 我们需要取一张啊 这个单子啊 也就是说你需要办什么业务 你得取一张单子啊 排队对吧 排队的纸条 这个纸条你要取一下 取之前 我建议你先问一下这个银行的客户经理 有很多人我告诉你啊 去去了之后跟那个保安大叔 或者保安阿姨说那个开户 然后人家给你取完之后 你就坐这啥等 一等等两三个小时啊 那银行忙点人多的 你一等等两三个小时 你就真在这等啊 最后发现到你的时候 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 然后最后呢就没办成 要么就是拖到人家啊 银行的下班时间了 对吧啊 总之就最后没办成 所以你在取号之前 你就要问好 这个银行能不能给你办一个啊 储蓄的账户啊 有的银行呢 它是不能给你办的 就像我之前说的啊 你要存款啊 对吧 那种银行它为什么不能给你办呢 那个网点为什么不能给你办 因为人家的银行就是专门处理这些理财用户的 而你是一个普通的储蓄用户 你没有这个理财需求 人家那个网点呢叫理财网点 什么自由理财优先理财卓越理财 那汇丰呢 人家叫卓越理财分行 对吧 那你去的这个分行 人家是专门搞理财的 你说你去办一张普通的这个户口 他们叫户口 管这个啊 不叫银行卡叫户口 那你说你能给你开吗 你又不是来存钱的 所以你们大多数人开不成功的原因就是 其实网点选错了 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哪一个分行是 是优先理财分行 还是什么卓越理财分行 对吧 还是普通网点 对吧 你要去的是普通网点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去了银行之后 被要求存款 人家就是专门办理存款的一个网点 是你不了解 对吧 不是说办卡一定有门卡 我办这些卡 没有一个是有门卡的 有没有门卡我自己说了算 存不存钱呢 也是我自己说的门卡是我自己定的 对吧 那有很多人说 那我办储蓄卡 为什么还有人 就普通的储蓄卡 还有人要求我要存几万港币 其实就是为了完成客户经理的这个 整个年度的存款 KPI 对不对 那你就 有 你就帮了一下人家 那没有的话 那你就说明钱逛呗 那你就说你外汇的 这个 这个 用完了 因为每年每个人就有5 对吧 你就说你这个 这笔钱都用完了 没有办法再 这个转港币过来 对吧 要么呢 你就是跟我一样 就是实打实的 就是拿 拿这个 这个一万块钱 港币 拿两万块钱港币 你放在口袋一边 对吧 你先别管人家怎么说 你去了 你就帮我看 你就说我是办 普通的储蓄商户 我每个月 我就存一两万进来 我大陆发的工资 我就存一两万进来 OK 他一听 每个月你要存这些钱进来 你是开一个普通户口 这个 他也会给你开 对吧 那你就算说你不存钱 但是有些客户经理 他呢 他为了快点完成这个 他就要求你存几万 但你可以说你没有带那么多 你就带了一万 或者你带了五千 或者你带了几千 你说我这次就带了这些钱 我可以把这些钱全存进去 我下次呢 我再多存一点 你告诉他 你主要办这个银行账户的目的 就是为了每个月 往这个账户里去存款 那他可以问你为什么要存款 你说考虑 以后可能会在香港这边工作 或者考虑 这个以后 以后呢 就是在这边创业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吧 总之呢 就是以后有想法 在香港这边生活 所以呢 就是你要跟他 把这个理由说充分了 同时呢 你也要告诉他 你办这个卡 是什么类型的 他一般都会给你办 那我再说一下 就是中途 他可能会问到你 一些东西啊 就是包括开户的 就是这个开户 你为什么开户 那我刚才也说了 这个你就是普通的储蓄理财 那还有一种的话 用的人比较多 什么炒股 但炒股的话 有的这个客户经理 他可能看你股票账户 我建议你啊 最好是开一个股票账户 那开一个这个股票账户 在他想看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拿给他看 因为如果说人家 还想要你更多资料的时候 然后你没有 他可能就会找一个理由拒绝你 那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可能这个业绩已经完成了 因为开一个户 香港开一个户很麻烦 他要录入很多资料 对吧 要录入很多这个资料 他不想给你办 他可能就是问你这些 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那个 他就想丢纳你 对吧 那你把我说的这些 尽可能的去准备好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股票账户 那你是可以在大陆 开一个A股的账户 手机下载APP 随便就能开 对吧 你也可以把这个港股账户 一起开好 美股的账户一起开好 A股账户你开完之后 买完了你隔几天再把它卖掉 这样呢就有交易记录了 你可以拿着交易记录 告诉他 你说我有这个炒股的 炒港股的这个意思 你看这是我股票上户 他也不会看你是A股 还是什么股 总之呢 你有这个股票上户在 那就可以作为一个充分的理由 去开这个港卡的一个理由吧 对 所以呢就是这条点 那其中呢 可能还会要你的这个工作证明 然后以及你的这个银行流水 当然啊 你要碰着有一些人 他就让你拿纸质的资料 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准备好 流水打印好 工作证明准备好 他们那边查我们这边的工作证明 怎么查的 他就是查你工作证明上面这个公司 他在什么上面查 他也用我们大陆的APP去查 至少我走过这家银行 统一的查法呢 都是用天眼查 都是用天眼查去查的 就看这个工作证明上面这个公司 在天眼查能不能查到 所以你在写公司的时候 你不能胡乱写 你也不能随便找个商去糊弄一下 他一定要查 但是他不会给你公司打电话 建议呢 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写上去 写你的朋友或者什么谁的 对 你要写一下电话 把这个工作证明弄得漂亮一点 你别光写几个什么证明 谁在那上班 这个可能写的太少了 因为他们这边还是很看重这个资料的 当然也不一定找医药时候工作证明 可能就只是找你这个说话 什么这些问题 有的客户经理一问问题 能跟你问一两个小时 就是各种问题 你就记住了 你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就跟他聊天 放松一点 我跟你讲 很多人他办不下来的原因 其实就是眼神特别独闪 就不太好 懂了 那人家一看你这个 就明明就是开了一个 过来开一个普通账户 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呢 对不对 那这种的话 他可能就会心里就会想一下 你是不是用这个账户去洗钱 去干啥 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跟客户经理沟通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很正常的看着他 就像我现在看着这个摄像头一样 对吧 你要正常的去看着他 而且说话呢 不要语无伦次 不要紧张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朋友 你就很流畅的去说 你开户的目的 以及这个可以跟他扯一些家常 你看我来了之后 我都会问他 我说这边这个 我们一会想去爬山 这边有没有推荐一下爬山 你这样的话 其实可以就是把他拽到你的这个 这个思想 这个链鱼里边去 对吧 就是他可能本来在一直在想 我该问你什么东西 我该问你什么东西 我还没问你什么东西 可能还想这些 但你如果把他 从这个他的思想里边拽出来 你放心 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 他一定会回答你这些家常的问题 懂吗 所以就是尽量跟他去扯一些别的东西 然后语气 尽量很客气跟人讲 因为人家很客气 所以你别去装 对吧 你别去装 成本管言的不说话 这种难过通 别人也没有办法 就是判断你办这个卡 真实目的是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 怕你办这个卡 写黑钱 干什么的 怕你是违法分子 你要说的清楚一点 表现流畅一点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刚我说了工作证明 股票账户 还有最好是拿一点现金过去 换好港币 你别说你当着现取 拿在现金在手里是最好的 你就说你是来存钱的 对吧 就是来存钱的 OK 那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银行的流水 你就把你的那个消费流水打印出来 有的人他就看电子的 他不看那个打印出来的 对吧 如果你是开公司的 你尽量是拿着这个执照 他拿着你这个执照的复印件过去 这个你说我是公司的负责人 我是这个总经理 对吧 那大陆办执照很容易 这个说服力也是挺好的 他可能会跟你说 郑年轻就是总经理了 很这个就很那个什么 对吧 他就对你可能就刮目相看 因为他并不知道 我们这边办理一个营业执照 有多方便 对吧 那况且很多人现在目前都是这种 自由职业创业者 很多人手里都有这个营业执照 那我建议可以拿上他 这个也是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 就证明你最起码是有合法的资金 这个渠道来源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这几个 你都可以背上 但是他不一定要 其次呢就是他们要的是什么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地址证明 地址证明分两种 一种你身份证上的 身份证上面的他不需要地址 他不需要地址证明 只需要你的身份证就可以了 身份证就可以作为地址证明 但如果你的身份地址是老家的 你在某某其他城市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提供身份证明 提供这个住址证明 如果你提供不了 你就告诉他 记住一句话 一定要告诉他 按照身份证的地址登记就好了 因为你提供不了那些证明 现在很多的这个房屋 它是没有这些什么纸质账单证明的 包括物业 现在都不给你发这种什么物业的单据了 他那边是 这个香港的银行是要 要这三个月的这个纸质的账单 水电煤的账单 水电煤的账单 对吧 现在没有这些账单了 你像我这 我这房子就压根没有这些账单 都是电子的 然后呢 电子的你就不用打印了 打印出来没用 他必须要那种小票子的那种 最原始送到你家的那种账单才行 所以你就不要打印电子了 打印也没用 不认 因为电子是可以造假的 但是你造一张纸质的这张 这个账单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所以他呢就是主要是想用纸质的去消除一下他们的怀疑吧 再有就是他呢 这个给你开通这个卡的时候也必须要上传你的这些纸质资料 那有的呢不需要上传 他只需要输入就行了 但是有的银行 包括这个汇丰银行 他就是需要上传这个纸质资料的 你必须得让他拍这照片才行 我当时呢就是没有这个照片 没有这个纸质账单 然后呢我又没有让他用身份证上的地址 但是我了解了啊 就是这个他要这个地址的目的呢 是为了给我开投资账户 我先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办这张卡 他里边呢有啊 这个多币种账户 有投资账户 有储蓄账户 还有好几种什么什么账户的 我就不说了啊 就是总之呢开投资类的账户 也就是说你想用他这个本行的这个啊 这个APP去炒股 如果那你就必须得上传这个住址证明啊 然后通过这个审核之后 你才能拥有这个投资这个权限 那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他这个储蓄 存钱和转账这些功能 所以呢 你没有地址 没有那个地址 你就告诉他啊 那你就直接给我开一个储蓄的功能就好了 我不要那个投资的啊功能啊 因为这个钱转进去 你再把它转到股票账户里 那个转账是可以转的啊 他不需要那个啊 开通这个投资账户才能转账转账是普通账户就有的一个权限 所以呢 很多人他没有地址证明啊 最后呢就是我没办下来这张卡 其实这个啊 蛇就蛇在这了 就是因为你啊 你不懂这个卡里边有多少种账户 然后导致呢 他要地址证明的时候就没有 其实你没有地址证明啊 也能开这张卡 只不过开这张卡少了一个啊 在他们本行这个网银里边做投资理财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 况且呢这个功能 说一句大实话 当时没给我开 我回来我自己把它打开了 我是怎么打开的 我就上传了我这个电子的物业给我的电子账单 我打印出来拍照上传 人家那边就给审核通过了 但是你在忙点办 他就不会给你审核 忙点是人审 但是你回来你在APP上你再开通这个投资账户 这个是电脑审 这个电脑审 他呢就是审核标准啊 相对来说可能更宽松一点 他只识别你这个地址 啊能不能跟系统上面的对得上啊 就行 能对上他就会给你审核通过啊 就所以呢 就是他如果没有开通这个啊 投资这个账户呢 啊 没有关系 你回来自己开就行 但这个东西呢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我们投资也不会用他本行的这个东西 这个APP去投资不方便 还是喜欢用那些啊 这些这个老虎啊富途啊 对吧 人家这些专门的炒股软件去投资啊 那OK 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啊 如果你去去之前能准备一张啊 这张卡的照片啊 是最好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你如果说啊 准备了一张照片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说辞啊 这个说辞呢就是啊 我同事之前在你们网点按过卡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找您办的 但是是在您这办的 然后呢 他推荐我来啊 您这个网点说您这个网点的服务态度啊 效率特别快 特别高 对吧 先夸一下 OK 那他呢 首先他根本不会问你你同事叫什么名字啊 因为他们同事太多了 谁办谁完全记不住完全不知道 他也不会问你这些 但是你如果这样说完之后呢啊 他后边再想拒绝你啊 就没什么态度理由可以拒绝了 因为你都说了你同事在他这办完了 对吧啊 而且这个服务态度又好啊 对吧 而且效率又高 对吧 这些东西呢 你说白了 你说出来之后 他就会按照你这个标准去执行了啊 都会给你尽快去弄啊 然后尽可能的去给你好服务 因为他不希望啊 就是啊 你说出来这个啊 你同事这个啊 来了体验这么好 然后到你这体验这么差 怎么样了 对吧 他不希望他的服务质量 他的效率比其他人要低 人都是有叛逼心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也不能说套路 就是啊 一个小方法 对一个小方法 然后呢 这个办这张卡的话 就是我刚说的这些东西啊 不知道有没有说遗漏 刚才这个录视频喝了点酒 OK 然后你回来啊 回来这个再申请这张卡 这张卡是你办完这个啊 储蓄账户啊 多笔中储蓄账户之后啊 在APP上再申请这张卡 这张卡呢是万世达的啊 这个国际的扣帐账户 这张卡的话也是多笔中 但是要一个月才能优积到你的地址 啊 优积到你说能及的地址 要一个月的时间 而且呢 他不跟你打电话 这个上边没有任何的电话联系 那这个卡怎么给你送到呢 是送到你小区的信箱里 你要自己去找 那有的小区特别老的 是没有这个信箱 就一定收获到这张卡 懂吧 所以呢 就大家呢 就是尽量啊 有的地址 一定要是收啊 能收到信的 他们的香港叫平信 啊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如果说你去办理这张啊 我出去卡 他如果现场没有给你卡 啊 就是说他这个分行没有这个卡 没有这个卡 他要给你啊 申请 然后就雇佑 才给你发这个卡 给你邮寄过去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建议你可以提前问一下 就是这个行有没有这个卡 或没有 但其实可以换一下 啊 如果你着急 你不着急用 啊 你那个 如果说他以为你都要求你 在那里办吧 啊 就这些 然后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点啊 就是可能一些细节啊 我估计也就这些了 也就这些了 然后呢 我会把特别详细的一些资料 再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那个网址里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就是需要这些资料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好吧 那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本期视频的分享是 特意封杨卡 里的全部过程 然后呢 这个 大家觉得有用 可以点一下这个视频的 双击 是吧 点一下订阅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下面的几个视频 我会分享一下 办理其他账户的一些经验 好吧 然后读到一些提 就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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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